武漢第二批返台国人终于要起航 台湾的疫情指挥中心周二下午指出 华航已经赛着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起飞 我方提供的名单除了少数有其他状况 都有在这次返台人员中 陈时中也提出想先了解返台国人的亲属关系 在送到检疫所安置时更精准安排房间 陈时中表示两架飞机登机检疫的标准一致 为了确保防疫没漏洞 我方规划返台国人除了登机前需要检疫之外 上机必须全程穿隔离衣戴面罩口罩 机上有划分座位区块按照乘客的感染风险安排位置 并预留空间给予有突发状况的乘客 全身的防护但是我们的隔离衣跟我们的口罩面罩都会来戴 到了机场之后会让他们下机之后分区来做 然后进行我们的医网我们做过这样的一个检疫的流程 那当然有特别的状况直接就送到医院区 这次返台的400多名国人将分别搭乘华航以及中国的东方航空返台 陈时中指出每一架飞机落地后防检疫工作大概要三个小时 希望今天返台的两架航班可以间隔三个小时 等飞机走了另一架再进入机棚继续处理 地面作业的规格和上次包机一样 有些人员会就地休息 新唐人给台电视林秋霞 黄艳玲 台湾台北报道